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EB 称 将在后续陆续推出更多路 像包含英国 德国 澳洲 加拿大经济轻小件服务产品 2019 QE Shopee 达35亿美元 同比增长818 Shopee 母公司 C 发布了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财报 另外 印度尼西亚作为Shopee 最大的市场 其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总量达8350万单 或每日平均90万单 中国进口食品年消费规模达700多亿美元 日前 艾瑞咨询据发布了《识遍全球中国进口食品消费白皮书》 2019年简称白皮书 据白皮书显示 2009至2018年10年间 进口食品规模以17 7%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 2018年首次超过700亿美元 根据艾瑞咨询白皮书显示 57 5%的消费者在进口食品上的消费金额 占整体食品消费的比例超过了10% 同比增长近5% 与此同时 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的方式也呈现出在线化 数字化的特点 电商购物方便快捷 打破时空限制 逐渐成为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最重要的渠道 每日一桃开启跨境频道商品均为海外职贡 每日一桃上线跨境频道 并表示所受商品均为海外职贡 提供中国境内退货服务 一帮动力了解到 目前 每日一桃跨境频道在售品类包括 彩妆护肤 母婴用品 奶粉尿裤 家居日用 个人护理 零食 以及健康品等 还设有日韩专区 欧美专区 澳洲专区 其中 有法国护肤品牌雅样 日本品牌滋生糖 韩国面膜品牌B家庭 澳洲奶粉品牌美可酌 泰国沃佛品牌青草药膏等 截至5月 每日一桃通过全球直彩供应的泰国耶青 榴莲的销售量分别为400万和800万 在开启全球直彩计划之时 每日一桃方面就曾透露 未来将有更多的全球直彩商品入住平台 在全球直彩商品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每日一桃将开设专门频道 eBay要求卖家调整澳海外舱飞合规刊登 跨境电商平台eBay发布公告 要求卖家及时调整澳大利亚海外舱飞合规刊登的设置 eBay表明 平台已于2019年3月1日公布海外舱服务标准政策 并在4月17日对该政策进一步更新 其中针对物品所在地为澳大利亚的刊登 要求所设置的处理时间加上物流选项所承诺的到达天数之河 必须在8个工作日韩之内 若卖家当前物品所在地为澳大利亚的刊登 未满足此要求 则需要于2019年5月24日之前做相应的调整 否则不合规刊登将可能被移除 跨境电商平台eBay发布公告 要求卖家及时调整澳大利亚海外舱飞合规刊登的设置 敦煌网中韩跨境平台面试驻微海企业国际化 敦煌网日前与微海市政府在微海综合保税区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同时宣布敦煌网中韩跨境电商交易平台正式上线 在宣布合作以及中韩跨境电商交易平台正式启动的同时 敦煌网针对微海服装鱼具等优势产业 发布了相关品类的卖家招募及扶持政策 eBay升级两部验证方法提高登陆安全性 日前 跨境电商平台eBay发布公告 将推出全新的两部验证方法 即使用eBay移动设备端APP接收关于是否同意登陆的通知 eBay表明 在全新的两部验证方法下即使有人知道卖家的密码 两部验证方法也可提供一层额外的安全保护 旨在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访问卖家的账户 不久前 eBay还发布了关于亚太区卖家在eBay美国站 欧盟站和澳大利亚站刊登物品的产品Safety指南 在该内容中 卖家可以找到来自相关政府机构的部分准则 以便参考自己的产品符合所适用的对应强制性标准 eBay表明 卖家需确保没有刊登有关部门或机构要求召回的产品